上課專心學習 下課用力玩耍 成績兩年的校園 終於恢復生氣 家長也放下心中大食 那些學生沒有學過任何學習 小孩子們都被驚訝了 我兒子在中學學生 沒有學過任何學習 沒有學過任何學習 因為當我學習的學習 學習的學習已經開始 桑奇斯家裡沒有電腦 兩個兒子在遠距上課期間 只能共用一支手機 一旦課表重疊 其中一人就得缺課 類似的故事層數不窮 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顯示 疫情最嚴峻的兩年當中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學校 停課長達將近六十週 後果已經浮現 小學六年級的學生 有高達大約八成 連簡單的文章都看不懂 專家警告疫情帶來的教育斷層 等於讓拉美地區的教育水平 倒退十年 經濟蕭條更導致 載學率結結上升 很多的男生 在學校中學生 都被迫逼到工業 在最多的情況下 通常是不公平 例如男生 可能是男生 可能是女生 做照顧其他親戚 兄弟 因為父親要去工作 受限於低學歷 終生薪水可能減少百分之十二 讓貧富差距再擴大 專家呼籲拉美各國政府 把教育視為疫情後 社會復蘇的首要之物 全面輔導復學 同時加強基礎閱讀和數學技能 才不會讓教育斷層的後座力 成為他們的原罪 大愛新聞將來編譯